CY講大話,莫同隨時再爆大話 明天就是立法會P&P表決的日子 風暴前夕的症種,憤愛緊張 員工繼續努力留守 奶媽繼續努力逃避 就算和兒子交流時被人擠他,他都… 不過我拉回來今天我們講貧窮這個問題 CY繼續努力股票 我們覺得行會,我們尊重他們的意見 但是我們覺得市民的心聲應該政府是很明白的 昨晚下午在特首辦,還和卡片蘇見過田二少 更加首次承認之行定段四項準則評分的比賽 半龍門啼走廣時 他們認為最重要,地床最關鍵 令到一個免費電視台可以財務上 持續經營到樂區的準則 他們說顧問是香港電視最低分的 對著大家沉默並不是捱打的 黃維基昨天去這麼大時就反駁 說是有人向田不神說謊 我們從頭到尾在會坊裡,我們都是排第二 沒有一板子,沒有一板子是我們排第三 還說到他都有份顧問報告 但基於道德操守一直都沒有公開 政府現在就選擇性利用報告內容攻擊港市 他說最快今天或明天公開報告 起出來就是代表如果你再說謊 我會學真話 透露那份公民報告的內容 無意義就說法民已經有共識 希望明天可以拉報到十點之後才投票表決 逼建制派表態